大火狂燒 濃煙狂窜 機車被大火團團吞噬 消防人員急忙灑水灌救 這是位於希臘東北部的東阿提卡州 11號發生大規模野火 已經傳出有藝人喪命 火勢一度超過25公尺 當局出動超過400名消防員 和110輛消防車來滅火 大火燒毀了一座體育館 和周邊好幾棟民宅 這名女子的家園被野火燒毀 絕望地坐在地上痛哭 從衛星圖上可以看到 一大片的土地都被野火燒成棕色 這起野火造成雅典近郊的馬拉松症 有3萬人被迫撤離家園 其中包含許多行動不便的老人家 被救援人員推著輪椅撤離 還有十多人燒傷和被煙嗆到送醫治療 希臘總理獲報後 提早結束假期回國 還向歐盟尋求協助 其實希臘從今年5月以來 已經爆發數百起野火 而且隨著地球均溫不斷攀升 野火的危機似乎已成為 希臘的夏日日常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